各位觀眾您好 歡迎收看維新電視 8月12日星期六晚間7點30分 播出的維新週報 我是主播洪玉江 本週帶您關注 禪吉山維新聖教的各項動態 觀音信仰在台灣一般家庭當中十分普遍 觀世音菩薩與創教宗主 混元成詩的行道淵源 也有著緊密深厚的淵源 在宗門法寶從書 皆有相關的記錄 農曆6月19日 是觀世音菩薩成道紀念日 維新聖教各分寺道場 敬備香花果篆 舉行公祝觀世音菩薩聖誕法會 廣邀十方善信大德共同參與 恭送維新聖教經典 消災祈福 這也是中門分寺道場例行的法務 請進入綜合報導 8月5日是農曆6月19日 也是觀世音菩薩的成道紀念日 禪祭山維新聖教於40年前 因宗族混元禪師的觀世音菩薩救度 更因觀世音菩薩請出王殘老祖 倒架慈航與宗族天人合一 帶領同修弟子行道40年 消災化劫 成就維新聖教之大因缘故 維新聖教總本三仙佛寺起見 恭祝觀世音菩薩聖誕 即恭迎王殘老祖 光降41周年齐安大法會 各地分寺道場也都曾被鮮花束果 金堡法炎栽鑽供養 恭祝觀世音菩薩佛誕 佛受無疆 無量受佛 宗族也於法會中發下六大寺院 願度眾生脫離苦海往生淨土 成就佛果位 更願為天下昌生奉獻 化解干戈喜戰爭 天下昌生共同成就極樂淨土 宗族感叹40年行道歲月 時刻都在學習 接受考驗 帶領同修弟子 將中華文化道統一經風水融為一如 用在社會 用在國家 用在天下 所得的結果是圓滿的 並開示同修們 其心絕對不變 其行絕對不變 帶領大家一起向成功的方向邁進 勤勉同修們 大家要用心 要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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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團結 要合作 這樣我們的人生才有意義 各分式道場 闲事同修們 也在助詞法師帶領下 依法宜以香花束果 受桃受面 供送租金供養 感恩觀世音菩薩慈悲 維新電視綜合報導 接續觀新分寺道場法會動態 首先參與維新聖教士林愛心道場 為慶祝道場成立 即感謝佛恩 於8月5日舉辦道場成立11週年慶 即公祝觀世音菩薩聖誕祭祈安法會 慶祝道場入活安座11週年 祈請玉皇大帝 老祖師尊 及諸佛聖神慈悲加持護佑 士林愛心道場 法財法源無邊 法輪長轉 風調雨順 國泰民安 天下太平 前世同修於清晨陸續抵達道場 幫忙準備水果 餅乾 糖果供養 分工合作 擺設共桌 多貢品受桃受滅水果財博等一切就緒 住持圓陸法師 邀請基隆道場送經法師 來到士林愛心道場 生壇主持法會送經法儀 和會同修大眾一心奉請諸佛聖神光將 授納供養 大眾公頌王禪老祖學廟真經 鬼谷先師天德經 觀世音菩薩普門品等諸經 法言供養 修齋造福 士林愛心道場是在觀世音菩薩聖誕日入獲安座 道場俠內賢士同修們都受到觀世音菩薩的護佑 因此時時刻刻不忘本 年年恭祝觀世音菩薩聖誕 並恭送觀世音菩薩普門品供養 北投士林地區及巴黎區域家家戶戶都會平平安安 法會圓滿 緣路法師其免賢士同修們表示 非常感謝基東道場董獎師及碧雲師姐來主持法會 宋經法儀還有愛心道場三位宋經師姐表現的可圈可點 希望不久的將來我們能有宋經師 也很感謝各位一早就來幫忙 一況士林愛心道場已成立十一年 唯新聖教不同於其他宗教的事可以消災化結 我們是佛道雙修 有什麼問題可以透過老祖的妙法幫我們消災化結 最重要我們還是要誦經 今年的經典數不夠 我們要更加努力誦經 所以大家努力誦經希望能夠圓滿 這關係到兩岸和平的問題 我們也是身在其中 阿彌陀佛 維新記者白錦玉 廖芳儀 中昌錦 士林愛心道場報導 殘跡山維新聖教蘇澳道場 8月5日 6日舉辦道場成立15周年齊安法會 住持原治法師以及維新聖教 泛拜學院仁衡法師等多位宋經法師 引領同修信仲 一同誦經迴向 祈禱風條語順國泰民安 世界安定和諧 請進入以下的報導 禪姬山維新聖教蘇澳道場5日 眼鏡隱魂 期間道場周年齊安法會 維新聖教泛拜學院 誦經法師聲譚法儀 蘇澳道場助持原治法師 帶領和會閒事同修大眾等 香花請香花吟 一心奉請玉皇大帝 皇禪老祖及諸天先佛聖神等 慈悲光將法會談成 授納維新弟子摘心供養 並召請道場俠內各府堂上列祖先林 有緣有情竹林及十方法界三界萬靈等來區法會 聽經文法同瞻法意 授納供養 蘇澳道場閒事同修們同心互持道場法會工作 幫忙排射檀城 準備素果 經營財博 蓮花等 並排射普桌共品 更有些閒事同修全家出動 為圓滿法會不祭辛勞付出 宋經法師引領和會同修大眾 恭送諸金 一切功德皆回向法會談成中 連位上聽經文法諸林 願眾生皆能開悟自信親近 蒙佛皆迎往生淨土 六日下午 由宋經法師 成佛微光甘露普師 將道場及閒事同修 和善性大德所供養的普桌共品 一粒化三千 普師普供養各府堂上祖先 及十方有緣法界眾生 願皆得保時 解饑餓之苦惡 也祈願佛菩薩 忽佑世間眾生 無骨封登 無基石與戰爭之苦難 法會莊嚴圓滿 維新記者李正安 蘇澳道場報導 請稍後片刻馬上回到維新周報 關注易經風水教育最新動態 維新聖教學院推廣教育 住宅環境與風水專題課程 29日由源泉法師帶領學員同修 前往南投地區著名古蹟 農園和廟宇 進行戶外教學 進入以下的畫面參與重點過程 維新聖教學院推廣教育中生學習大家學藝經 住宅環境與風水專題課程授課教授源泉法師 29日藉補課之便帶領學員同修們到南投各處進行戶外教學 尋憂防骨 勘察風水 為同修們增廣建文 勘察風水學的奧秘 行程首先來到國姓村北港糯米橋 是目前全台僅餘三座 建於民國29年 是一座以石灰 糯米 紅糖等為建築材料搭建的橋樑 也是南投縣限定三級古蹟 建世古人取自大自然的照物智慧的同時 也領略此處山水格局 接著來到原從事教職工作 12年前退休後因緣聚足 而與維新聖教結上法院的張坤為教授 其應用所學在生活與建築上 新建了中西市併用的農舍立凡園 1800坪的農園將太極 九宮 八卦 六十四卦 融入庭院景觀和屋內格局 並以捐食 書法對聯 寄予等方式 表達一經自強不息 厚德載物之奧秘 源泉法師一一為同修們講解張教授大哥的別墅 立凡園 新農舍 還有他們三哥 正在蓋的農舍之風水地理及建築風水之運用 同修們收穫良多 午後繼續抵達普里恆吉宮 主寺梅州媽祖是台灣較為罕見的山神媽祖 是清道光年間公迎來台供奉 相傳曾於光緒年間顯靈 引導貧埔族人至東羅源頭發現豐沛的山泉而渡過旱災 因此而有農曆九月 銀媽祖的祈福盛會 稱為大浦城九月系 法師也為大家解說古代廟宇建築的精華和其風水格局 最後來到竹山赵敬山沙東宮 奉似開台聖王鄭成宮 帶同修們看赵敬山的鑾頭風水 並說明風水格局向背的不同 所帶來的影響結果吉凶各異 此次戶外教學參與的學員們 於出發前都恭送多部經典回向 蒙老祖慈悲加持 戶外教學順利圓滿 同修們滿載而歸 微星電視南投報導 接續看到的是 益京大學宜蘭鼎埔益京風水學初級一班 8月6日舉行開課說明會 本班級將於8月13日正式開課 自開課日起三個月之內 都繼續接受新學員的報名 歡迎大家一起來參與 禪吉山維新聖教益京大學 宜蘭鼎埔益京風水學初級一班 6日舉行開課說明會 由賴政寺講師擔任傳法授課 邀請宜蘭投城地區 鄉親父老 婆婆媽媽們 一起來了解學習人生平安的法則 保護自己 讓未來人生道路平平安安 也不會無意間傷害到他人 更可以使身邊周遭親友 都能一同邁向平安的坦途 說明會與賴講師自宅舉行 並邀請宜蘭道場 元昭法師及眾多閒事同修 一起共襄盛舉前來觀禮 元昭法師致辭祝賀賴講師開課 也以自身經歷分享 為前來聽講的鄉親們 說明學習一經風水學妙法的必要性 指出 若是洋宅風水不如法 其相應會出現在居住者的生活中 造成各種瑣碎不順 身體不明病痛 時時消耗宅中全家人的精氣神 最後導致不可挽回的損失 所以必須要來學習了解風水 通過用意來避免人生的陷坑 才能擁有平安的人生 才有辦法於人生中來修行 各同修賢士也都分享自己的經驗案例 自身正道來證明 一經風水學的大道妙法 是所有人都適用的 賴講師非常感謝同修們的正道分享 宜蘭鼎普一經風水學初級一班 將於13日正式開課 開課期三個月內都接受報名上課 歡迎宜蘭投城地區有緣大眾 前來報名上課 維新電視宜蘭道場新聞中心報導 以下關心分次道場生活動態 殘跡山維新聖教湖內道場 8月6日召開幹部會議 討論益京大學結業典禮各項準備工作 和辦理中原普渡各項法務的相關籌備 殘跡山維新聖教湖內道場 6日上午由住持原理法師 召集幹部同修們召開幹部會議 討論即將到來的一經大學結業典禮 各項準備工作 和湖內繼岡山道場 舉辦中原普渡的法務工作分派 以及湖內道場周年法會籌備工作等 統整人力調配推動法務工作 原理法師依各項法務一一整理 將27日北上參與在中興大學 惠孫堂舉行的一經大學結業典禮 車輛人員分配 還有中原普渡所需的物資調度 法工調派場地和送金法師等等事務 以及將於9月中舉行的湖內道場 十五週年法會各項籌備事宜等等 依工作分組安排妥善 並勤勉幹部同修們帶領閒事同修 盡心盡力互持法務服務大眾 維新記者許淑青湖內道場報導 維新上照各分四道場 每月農曆初一十五都會舉辦受望法會 引導大眾恭送經典 並與自家堂上祖先 累世友人親友以法會心 安頓祖靈 同時為社會國家與世界的平安 盡心祈福 請進入《說望法會》報導 殘跡山維新聖教各分四道場 在八月一日農曆六月十五日 一例舉行《說望法會》 以宗教法儀香花素果供養 金寶祈福 燦夷消災 請諸佛聖神慈悲護佑 轄內黎民百姓 平安順遂 點登共佛共聖諸善信 皆能度一切苦惡 大事化小 一切平安 所求埋怨 泛拜宋經師帶領和會賢士同修們 恭頌諸經 一心禮燦 一切功德進階回向 各道場遵循宗主指示 舉辦法會提供同修大眾 祈安直福 懺悔宵夜的平台 藉由宗教的法儀 以沉浸的心為素氏累結因果解怨世傑 讓民陽皆得心安平安 社會能夠安詳和諧 天下能太平 歡迎各地善知識有緣大眾 一同來參與各項法會 為自己 為家人 為國家社會來祈安直福 維新電視綜合報導 請稍後片刻馬上回到維新週報 現在讓我們暫時放下忙碌與煩惱 盡心片刻一同欣賞八十老翁混人禪詩 省車詞道真大有詞 東日后 模特格 很多間 震峰 總有四人 讀難 內軟 夥 zod 老 Тут 有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最愛是 古天盛盛 回心灵 驾驰生水游太平 天山 天池 天上水 遥寂寂寂寞 赶桃归 古天盛盛 回心灵 驾驰生水游太平 五百罗汉尊者龙行如意墨堡书道展 五百罗汉墨堡 姓正于维新圣教学院混原文化会馆一楼展出 会馆展出时间 每周二至周日上午九点到下午五点开放 欢迎同修大众来到维新圣教学院混原文化会馆 上西领悟师父传五百罗汉的心法 拳法 大家学易经 做人处事可安心 以下为您提供禅基山 维新圣教宣佛寺 易经大学 易经风水学初级班开课讯席 易经风水学初级班开课讯席 禅基山维新圣教先佛寺易经大学 易经风水学初级班 本周开课的有 台中道场 易经风水学初级七十八班 0928 388 916 新庄教室 易经风水学初级十班 0978 059 605 下周开课的有 投诚 易经风水学初级一班 0932 264 279 接续让我们尽心片刻 聆听宗主本人禅师开示 维新禅语 维新禅语 我们人的身体一个小乾坤 和山河大地 宇宙虚空也是一样就对了 我们人的眉毛一阴一阳 一日一月 左边为阳 右边为阴 有人说 哦 我修到阴阳眼 我跟你说 我们大家都有阴阳眼 左眼看的是阳 右眼看的是阴 那阴阳眼 我们看到一颗水果 一颗好的 一颗不好的 好的叫做阳 坏的叫做阴 就是阴阳眼 录自王禅老祖学庙真经 继佛说 余兰盆经讲义 感谢您今次收看维新周报 让我们共同祈愿 仰仗王禅老祖天威 台海两岸稳定和谐 全球五股丰登 灾节止息 天下太平 欢迎锁定每周六晚上7点30分 以及星期至中午12点 下午5点30分 打开维新电视 收看维新周报 王禅老祖四福平安 再会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